我心里觉得很急很烦 我要怎么办 因为我不知道说我要找谁帮忙 没有人可以帮我 七年前因为同居人不当对待 湛妈妈选择带着四个智灵的孩子离开 但没有工作收入 生活陷入困境 我想说他们两个还那么小 我舍不得他们吃苦 舍不得说他们 跟我这样吃苦 然后吃不好穿不饭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说我要出粮 就这两个 因为这个材料最多 这个还没满月 在政府单位的协助下 湛妈妈把两个孩子 带到台北市中益基金会等待出养 直到转身离开的那一刻 告别的话却还是说不出口 她就把这两个材料 到另外一天小房间那边 然后两个小孩子在哭 我没有跟她讲说 他们要把他们送去机构 我都没有跟这两个讲一讲 因为我怕讲了 我自己会在他们里面过 所以我没有讲 我会觉得很对不起 这两个小孩子 就是说不能去照顾他们 给他们好的生活 根据统计近五年来 台湾每年有将近300名 儿童及少年遭到出养 平均1.2天就有一个孩子 面临失去家的困境 像占妈妈这样 由父母委托的案例 占出养类型最大宗 再来才是受到保护的耳哨个案 以及弃因 其中因为家庭无法提供照顾 遗弃 单亲抚养困难等经济问题 是几个最主要出养的原因 对 是丹麦的 这两个他们晒黑这样子 透过中医基金会的协助 詹家兄弟很快没合到 来自丹麦的受养家庭 这一天社工再度来访 带来的是两个出养孩子 在丹麦生活的照片 没有电脑可以读取 詹妈妈迫不及待 跑到住家附近照相馆 他们去丹麦就变黑了 对 因为在台湾是白白的 那牙齿怎么还是少一颗 牙齿 一眼就认出孩子变黑了 还少了磕牙 几年来詹妈妈 努力尝试过餐厅服务生 各种不同的工作 想办法养活 另外两个教年长的孩子 也在去年十月 嫁给了做板膜的丈夫 一家四口生活 平凡而踏实 詹妈妈提笔写信给丹麦的 养父母跟出养的两个孩子 希望表达她的感谢 很感谢他们把他们当作 自己亲生小孩子来看待 然后照顾得无为不是 很真心恨恨他们疼爱他们这样子 在这边我想跟他们说 他们永远是我的宝贝 然后我对他们的大爱 就是永远都不会变 千年前无法当面告知孩子出养理由的遗憾 这次詹妈妈在信中表达 他们养父母收到信之后 也马上回信 感谢詹妈妈让他们有机会 能够收养两个可爱的男孩 也很开心 知道台湾的哥哥姐姐们过得很好 希望未来能够保持联系 互相了解彼此生活的情形 出养家庭与收养家庭良心的互动 孩子感受到的不是被遗弃 而是来自两个家庭 加倍的爱与关怀